那施先生今天这些徒弟们义子们都来了 第一段相声您觉得让谁来演比较好 应该是再传弟子吧 好 那就看看施先生的再传弟子和弟子 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作品 谢谢大家 这期的主题是传承 他呢是施先生的第三代人 也是这几个作品里边 唯一的一个再传弟子 是想通过让他来展示一下 我们先生的基本功 让施先生包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相声技巧的这种传承 希望各位多多两张 谢谢朋友们热情洋溢的掌声 来到咱们天津卫视笑里相迎啊 太激动了 尤其跟我身旁这位合作 大家都熟悉 认识 著名的笑星 影星 姚晨 跟那个姚老师啊 您先打一会儿 您连雌雄都没分清楚呢 姚晨 不是姚晨先生 姚晨先生 姚哥 姚晨还先生 那对吗 那应该是 李晶小姐 我这也错了 李小姐 李姐 你理解不了 我叫李晶 李晶李老师 哪能不认识您呢 认识 不但我认识 全国的相声观众对您都非常的熟悉 都认识 您是施胜杰先生的得意高徒 没错 尤其李晶老师啊 作为年轻的演员 不落后 怎么不落后啊 跟随潮流 是是 把潮流加入到作品当中 夺得呀 年轻人的关注 这叫与时俱进 不过 话得说回来 我个人特别喜欢一种艺术形式 哪种形式 快板 哦 快板 这过去就是咱的Ruff啊 是是是 那节奏多快呀 这点咱得说李老师 说到我这儿了 李老师对快板非常有研究 研究谈不上 不单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施胜杰老师的弟子 李晶老师啊 还是已故的快板大师 梁厚民先生的高徒 梁先生也是我师父 跟梁先生学了很多快板快板书的作品 对 尤其呀 说到这个家庭熏透 我们父辈也有干这个的 李老师的父亲 就是老的文艺工作者 是是是 我一提起来 各位有可能有个耳闻 大家还熟悉我父亲吗 李晶的父亲 李双枪 我爸不叫什么 双枪 我爸不叫双枪 你爸不叫排击炮 这叫什么名字呀 这好听吗 赵哥 这双枪也不好听 不是 是您父亲的 后来给自己改的 有一段著名的快板书 叫做街行车知道吗 知道啊 双枪老太婆呀 你爸爸就喜欢这老太婆呀 喜欢这两把枪啊 给自己取名李双枪 不像话 您甭管叫什么了 李老爷子 对 李老瘸子 这啊 李老 老李 对对 老李 李先生吧 老李先生 老李先生从小就教导他 学习传统艺术 是 把传统艺术研究好了 尤其咱们刚才提到快板了 又来到咱们天津卫视了 是 是 您是不是给我们大伙展示展示 你好 你怎么知道我随身带着呢 这是咱们吃饭的家伙啊 我差点让编导老师给您拿着 不用拿 带着呢 行 行 行 花板 好 旧社会要锅饭 甭废话 没赶上 您带着板不行啊 我也得带着 跟您配合 您也带着呢 我也带着 好 掏出来我们瞧瞧 走 费这么大劲掏出来了 这跟我这有什么区别 它有什么区别 咱们不说别的 各位 您看我们这大板 灯光一打 这么有光泽 这是你这脑袋照的 什么叫脑袋照的呀 反光啊 不是那么回事 是衬托的 是 为什么我们这竹板这么有光泽 为什么 得拿油盘 哦 得盘 得拿油仰 拿油蹭哪 是吧 这每天都得这样 尤其这大小板得一块 我这还方便 怎么都能来 你玩会儿 不要 既然拿出主板来了 表演呢 简单的不行了 咱们表演什么呀 有一定难度的 是 绕口令行吗 这还有难度 咱们去 这是最基础的 这是最基础的 我说话是你这味儿吗 这基础吗 怎么不基础 你说那基础呢 那什么 吃不得不得不得皮 不吃不得到得不得皮 这很基础 那最简单的 这不行 这有什么难度啊 对不对 吃什么不行 还吃什么呢 吃苹果 吃苹果不吐苹果皮 不吃苹果倒吐苹果皮 还举一反三 吃橘子 吃橘子不吐橘子皮 不吃橘子倒吐橘子皮 吃什么不行 吃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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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吐榴莲皮 不吃榴莲 倒吐榴莲皮 不怕扎嘴啊 你说吃什么不行啊 我这这一套词 来回改没意思 对 所以要唱得 唱得有难度 这太简单的不行 我们这这火链里边 有的是有难度的 真行假行 真行啊 咱来一回怎么样 来一回啊 为主板掏出来了 现在把这板打齐了 那是第一位的 要不让各位观众朋友们笑 那当然了 打得齐吗 咱们试试 来回来了 走 这就没打齐 知道吗 没打齐 你还要多不起 什么叫还要多不起 打齐了 你打不齐 再来来来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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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找我 不是谁找谁 得互相救活 知道吗 我自己一人打挺齐的 废话 这不俩人打了吗 你打不齐 你也跟着我呀 你打不齐 你要打齐了 我是茄子 你说什么 你打齐了 我是那茄子 再来一回试试 来呀 您刚才说打齐了 您是什么 茄子 茄老师 去 别瞎叫 不是 打齐了 这是守卫 你这是诚心 我考考您 看您配合上 有没有默契度 怎么样 还真行 打齐了吧 演唱上怎么样 那更可以了 真的行 真行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来吧 闲言少叙 打法就差 绕口令 是 是 打齐 是您先唱啊 我这不都张嘴了吗 我哪知道 咱也没分呢 这你先来 这我来 咱说好 我先唱 各位和他给你鼓掌 我要唱好了 人家就给我鼓掌 对 你得唱得有难度 是啊 是啊 打齐 你还唱不唱 有什么遗言 一块留下 让各位听这像话 还有什么遗言 还想听遗言 怎么了 你又不是长子 甭说这废话 占便宜也没用 不是 你甭这么多 您这唱就完了 打起这个主板 心激动 今天咱们唱回绕口令 见着大家心里美 我再唱一回 我的邻居名叫李快嘴 这个李快嘴 未练嘴 走遍了大江南河北 它是走东北 可是仿西北 未仿这个名嘴 跑断腿 在粤北有一个催嘴碎 在闸北有一个催嘴嘴 俩人挑战李快嘴 用绕口令来PK催嘴碎 说了个长虫 转转堆 转完了 转堆 转转堆 催嘴嘴说了个 黑化肥发灰 灰发灰发灰 李快嘴 心眼鬼 他说的是 花长虫爱钻 灰转堆 灰转堆堆着黑化肥 黑化肥发灰 灰发灰发灰发灰 黑化长虫 钻了一身灰 黑化长虫 钻进了灰转堆 催嘴碎 听着直周眉 催嘴嘴 听着直咧嘴 催嘴嘴 夸李快嘴 这个嘴比催嘴碎的嘴碎 催嘴碎 夸李快嘴 这个嘴比催碎嘴的 碎嘴 这两人扶了李快嘴 李快嘴又去访名嘴 这个绕口令 我顺嘴流 我唱的是 我们那儿有这个仨老头 分别是66岁的刘老六 66岁刘老刘 66岁的刘老头 这个老个仨 盖好了那 66座好高楼 楼上头有 66楼桂花油 游上的萌 66匹绿 皱绸练的绸上绣 这个66只狮子滚绣球 楼外头塞着那 66根 蚕蚕蚕蚕上转 66头大猛牛 牛旁边蹲着66只大马猴 66岁的刘老六 66岁刘老刘 66岁刘老刘 66岁刘老头 老个仨 坐在了门口 啃骨头 打南边来了一条狗 这条狗好眼熟 这个好像呢 我大大妈家 大大妈的脑袋 大大妈的梅子 大大妈的眼睛 大大妈的鼻子 大大妈的耳朵 大大妈的口 大大妈的大号 挠头狮子狗 打北边又来一条狗 这条狗更眼熟 这个好像呢 我二大妈家 二大妈的脑袋 二大妈的梅子 二大妈的眼睛 二大妈的鼻子 二大妈的耳朵 二大妈的口 二大妈家的二号 挠头狮子狗 这两条狗 抢骨头 为抢骨头 打破头 从南头 跑到北头 撞倒了那 66座好高楼 撒了那66楼 桂花油油了 那66匹绿皱绸 脏了那66只狮子 滚绣球 撞蛇了 66根谭木舟 撞经了 66拖大猫牛 撞跑了 66只大妈猴 66岁的刘老六 66岁刘老刘 66岁刘老刘 66岁刘老头 老哥仨 打跑了狗 又领回来 66只大妈猴 肉伸了回来 这个66拖大猫牛 又栽成了 这个66根谭木舟 又盖好了 66座好高楼 扶好了 66老桂花油洗净了 66匹绿皱绸 干净了那 66只狮子 滚绣球 说扁针长 板凳宽 扁针没有板凳宽 板凳没有扁针长 扁针绑在了板凳上 板凳不让扁针 绑在了板凳上 这个扁针偏要 扁针绑在了板凳上 说身前 住这个颜远远 身后头 住这个颜远远 这二人身前 来别也不知 颜远远 比颜远远的远远 还是颜远远 比颜远远的远远 身前 住这个催粗腿 身后头 住这个催腿粗 二人身前来比腿 也不知 催粗腿 比催腿粗的腿粗 还是催腿粗 比催粗腿的 粗腿 山前 有44只小狮子 身后头 有44棵死硕士的树 山前的44只小狮子 吃了山后头 44棵死硕士的树的硕士的 山前的44只小狮子 让身后头 44棵死硕士的树的硕士的 给硕死了 瞧这尽肺的 说 征月礼 征月争 姐妹二人 前驱逛灯 大姑娘名叫粉红女 二姑娘她名叫女粉红 这个粉红女 身穿一件粉红袄 女粉红 身穿着一件袄 粉红 这个粉红女 怀抱一瓶粉红酒 这个女粉红 她是怀抱一瓶酒粉红 姐俩这个来到了无人处 推杯换盏 饮流零 女粉红喝了粉红女的这个粉红酒 粉红女喝了女粉红的这个酒 粉红这个粉红女喝了一个名丁醉 女粉红她是喝了一个醉名丁 女粉红抓着粉红女就打 粉红女拽着女粉红就宁 女粉红撕坏了粉红女的粉红 这个粉红女呢 撕坏了女粉红的这个熬粉红 姐俩打吧 停下了手 自己买线自己 粉红女 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 这个女粉红 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 这个粉红女 粉红粉红粉红 粉红 女粉红 放粉红 放熬粉红 闲来没事 出城西 树木狼林呢 有高低 1234567 7654321 六五四三二一 五四三二一 四三二一 三二一二二一 一个一 数了半天 一棵树 一棵树上 接着七样枝 七样枝 接着七样果 接的是 冰子橙子橘子 柿子李子李子李 绕口链 我们唱到这里 算一段 唱得不好 大家多把意见题 我们努力再学习